封锁先拉起伴随恶臭 监视人员面色凝重 台北市新义五星街一处民宅 三楼住宅卧房内 躺着一具女尸 头部照黑色塑胶带套住 邻居连日闻到怪味报警 没想到接发出命案 死者是43岁 有诈欺前客的张姓女子 由于她全身浮肿 研判死亡时间至少两周 后背还有一处穿刺伤 不排除是致命伤 但仍需等待法医鉴定后 才能厘清 4号上午9点 遗体也在二宾进行巷宴 死者妈妈 哥哥 以及救读国中的儿子 也到现场协助厘清案情 这几天有跟他联系吗 但究竟是谁下的狠手 因为案发现场 两层门窗都是用钥匙上锁 熟人锁为几率最高 死者的丈夫 同样也是有诈欺前客的 47岁成性男子 三月时遭到通气 目前有高度嫌疑 全面调阅周边监视录影系统 查明本案相关疑点 目前已锁定特定犯嫌 积极侦证办中 只是死者丈夫行踪沉迷 残忍命案背后的真相 仍有待警方做 进一步调查理清 这也有林彩山长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